美女撕开自己的衣服 随后朝日本鬼子走去 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来换取丈夫和孩子的平安 可哪个男人忍得下去这事 当即就冲上去拼命 谁知却被鬼子一刀送走 孩子有样学样 想要站出来保护母亲 也被丧良心的鬼子残忍杀害 而小刺花也没能逃脱小鬼子的魔爪 当小鬼子满足离开后 一个猥琐胖男人走了出来 嘴里劝着小刺花节哀顺变 手却开始不安分起来 万念俱灰的小刺花没有反抗 就这样被陶老板拔了萝卜 可他的心里却恨意滔天 因为这一切都是胖男人搞的鬼 时间回到一个小时前 小刺花一家来到陶陶居门前 想要借此躲避追来的小鬼子 陶老板一看到美貌的小刺花 当即就把人迎了进去 可当他看到一大盒珠宝后 立马有了个歹毒的主意 因此他故意把小鬼子吸引过来 等拿到一大盒珠宝后 他就将小刺花直接灭口 然而等到晚上的时候 死去的小刺花一家三口来寻仇了 吓得陶老板连夜搬出了陶陶居 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把老婆孩子送了出去 五十年后的一天 陶老爷的孙子陶大郎 匆匆借了哥们老杨五百块 丢下老婆就又去了麻将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的妻子金莲也是个毒鬼 虽然两人逢赌必输 可他们坚信自己能回本 这天陶大郎又输光了 就翻找祖宅的地契 准备玩把大的 金莲看到后赶紧夺了过去 毕竟这是他们最后的家产 郁闷的陶大郎在街上闲逛 意外遇到个算卦的盲半仙 他正在推销自己怀里的灵位 说只用放家里好吃好喝的供着 就能改变气韵逢赌必赢 但只要供奉了灵位后 就不能出去拈花惹草 陶大郎自然满口硬食 果然自从有了这灵位 陶大郎几乎就没输过 赢得那叫一个盆满钵满 晚上他又去找半仙 报答他对自己的恩情 可半仙刚摸上他的手 就算出他家还有个老宅子 还劝他千万不能卖掉 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尝到了甜头的陶大郎 简直是把灵位奉若神明 而灵位也没让他失望